理財分半鐘, 財路自然通, 理財分半鐘, 林修詠 持有留學生簽證, 即是F1 Visa 的聽眾 雖然平時不能工作, 但在一些特別情況下, 他是可以做工的 例如他在畢業後的OPT, Practical Training 的期間, 是可以賺取薪金的 這些持學生簽證的朋友, 雖然雖然照常要預先扣起聯邦和州的入息稅 但他們是不用給社會安全稅, 即是FICA, 也不用給Medicare和失業保險稅 由於雖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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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熟悉有關留學生的稅例, 也有些公司聘請了有H1 Visa 的員工 這些員工雖然沒有永久居留權, 但他們的稅務是跟美國納稅人一樣的 所以那個僱主可能以為持有F1簽證的學生也是一樣的 所以留學生應該主動提醒僱主, 說他們是不用給社安稅的 假如僱主為留學生扣起了不應該扣的稅, 應該怎樣拿回來呢? 僱主或者僱員可以填國稅局第843號表格, 連同簽證、文件證明和W2之類的文件 證明被扣起的FICA和FUTA稅, 寄入國稅局就可以拿回稅款了 以上免扣FICA和FUTA的條例, 除了適合於持F1簽證的留學生之外 也都適用於持J1、M1或者Q1的簽證者 我是林修榮, 下次再在理財分半鐘見面吧!